明白 然后目前我们主要在忙哪些工作 有没有可以跟粉丝透露 最近的话是刚杀青一部剧叫《以爱为盈》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然后后续也会一些节目和影视的拍摄 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刚才提到《以爱为盈》 刚刚杀青嘛 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这个大概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实验我觉得是一个 就我的角色叫实验 是一个非常有格局 非常nice 以及非常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和想法 nice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算是 应该算中年男人吧 就是比我年纪要稍微拔一拔 我觉得就是在实验实验的时候 其实也给我自己上了很好很有收获的一课 就是如何去学习一个有成文有思想的这样的一个男性 然后跟着他的那个思路和格局去学习去体验 我觉得对自己来说还是蛮有收获的 包括他对自己的事业观 爱情观的这个很正的三观 然后也是让我自己有一个就是就是长知识啊 嗯 因为之前跟那个经理加油的导演视频聊的时候有提到弟弟特别喜欢组篮球局 是的啊 这次有纳入什么新的队员吗 最近就是我们剧组的小伙伴 有魏哲明啊 刘东青啊 呃 那个刘明浩就是我们剧组的演员 因为当我们这个剧组的演员加起来都还凑不起一个篮球队 我们一共就四个男生打篮球 还差一个才能组成一个篮球队 所以有机会打的时候 我就是有时候我的就是更好就我 我亲戚人会凑凑上来拉着一起就五个人组个篮球队打打球 但其实机会比较少这个局因为拍摄的任务比较紧张一些 就对你打球的机会少了很多